哈维飓风给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 造成的影响正在显现 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之中 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记者黄耀逸 请他在白宫介绍各方面的详细情况 耀逸 是的 林森 今天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 白宫的总统国土安全顾问博赛特 他要出来说明一下现在白宫方面对于这个飓风哈维救灾的情况 那么他首先他说他先来感谢的是国际的上面的支持 他说呢 昨天包括了这个加拿大的总理 还有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呢 都打电话给川普总统表示哀悼之意 并且呢 提供 愿意说提供援助 那么他也是说到说 白宫方面是否愿意来这个接收来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援助 他说将会由这个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来做决定 如何整合这一些来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援助物品 还有人力 那么呢 我们知道是说 他也讲到是说 这一次这个国际援助方面呢 除了国际的援助方面 还有白宫自己本身呢 也要来列一个新的预算 来帮助这些灾民 他说呢 目前白宫的预算局局长 穆瓦尼正在来这个安排这项预算 那么希望能够给这些灾民一些安置的场所 还有未来长期的有一个基金 能够帮助他们这个安家立业 那么现场就有这个媒体就问到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基金 大概会是不是需要国会的帮助 那什么时候会出来 那么这个白宫方面是希望是说 国会方面的希望国会能够跟这个白宫来做合作 然后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一笔长期救灾 还有重建的预算 不过他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德州当地 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无证移民 好像可能从墨西哥过来的 那么这些人呢 目前他们受到一些的状况 就是当地有一些谣言说 如果你们到这个救灾的场所 或者病毒战所去的话 可能就会被美国的移民局 给抓走地点出境 那么现在呢 之前我们前两天的报道也说过了 美国的移民局方面是告诉大家说 不要相信这个谣言 在救灾方面是绝对一视同仁的 不会因为你是否是无证移民 还是你是美国公民 还是你从哪里来的 只要你需要这个食物 你需要喝水 你需要到避难所里面避难的话 我们都会来帮助你 不过呢 今天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 博赛特 他却没有很明确的指示说 如果今天我们接纳了你 然后在避难结束之后 在灾难过去之后 我们将会对你怎么办 也就是这些无证移民 一旦进入避难所之后呢 在这个飓风过后 是否将面临被遣送出境的一个遭遇 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 那这也是导致了 现场的媒体很多的质疑 也希望说能够以人道的立场 来对待这些灾民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今天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 桑德斯呢 他特别也出来说了 他说呢 昨天总统川普呢 才签了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说 9月呢 将会是白宫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灾月 那么他希望说在9月份呢 能够有各式的这个提醒 还有声明 来教导民众如何防范未来的灾难 例如说像这一次的飓风哈维 那么他也提到是说呢 将在星期六的时候 川普总统将会再度的前往灾区 包括在德州的休斯敦 还有前往路易西安那州的这个 塔尔斯湖这两个地区 来做这个勘灾的视察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川普总统去的时候呢 因为他没有直接跟灾民做互动 而只是跟一些现场的官员 听听简报 所以呢 就引起了一些媒体上的一些批评 认为说 他应该要亲自的下到民间 跟灾民互动 所以或许在星期六 这一次的勘灾之行呢 川普总统将会跟现场的灾民做互动 那么不过今天在这个白宫的检报会上呢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议题就是 也就是在今天的下午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要求俄罗斯的几个领事馆关闭 并且叫他们的领事人员 还有外交官要离开 那么国务院发出来的这个声明是说呢 基于公平的原则 我们要求俄罗斯关闭 他在旧金山的领事馆 并且还有在华盛顿地区的办事处 以及在纽约的领事馆 那么今天在白宫的检报会上呢 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 则表示说今天国务院发出这样的要求 俄罗斯的外交官离开 并且关闭领事馆的要求 就是来自川普总统本人的意见 那么国务院方面也发出来是说呢 即使这个旧金山领事馆关闭 要求大使离开 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离开美国 如果俄罗斯让他到其他的 在美国境内的办事处去负责 或是任职的话呢 美国还是欢迎的 那么这是否代表说 美国与俄罗斯境内的关系 可能越来越紧张 那还是说川普总统还要显现 他对于这个俄罗斯也有强硬的一面 我们还有待观察 林森 好的 谢谢要议 这是记者黄要议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